1月21日,有媒体晒出了刘亦菲接受采访时的画面 视频中,她罕见提到了多年前拍戏受伤的经历 引发热议 当天露面的刘亦菲穿着打扮十分有气质 以一件深微西装亮相 微卷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 整个人看上去漂亮极了 在接受采访时 刘亦菲直言自己在十几年前拍戏时紧追受过伤 这么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完全痊愈 在拍摄上一部作品时 依然需要佩戴薄套 不过只要开始拍戏 自己就会忘记疼痛 往往不拍戏时疼痛就会特别明显 紧接着,刘亦菲还补充表示 在拍戏时,即便被别人告知会有危险 自己依然会努力去尝试 说这段话时 刘亦菲的语气也变得十分严肃 看得出来她的确是个十分敬业的演员 这一段采访视频曝光后 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有人夸奖着刘亦菲的状态 也有人直言刘亦菲是最具影响力的女明星之一 还有网友形容刘亦菲的样子 看上去十分富态 的确,自从刘亦菲被拍到绿威发福后 她每次露面时体型都会受到极大的关注 虽然这段视频中刘亦菲的状态非常不错 但还是可以明显看出 她的脸型十分圆润 搭配各种配饰也让她看上去富态十足 但无论怎么样 刘亦菲的颜值一直都是在线的 近日她穿着这身西装出席活动时的生涂也被曝光了出来 即便略显富态 但刘亦菲依然是无死角的存在 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 她都是一副天仙面孔 而这套西装造型也十分凸显气质 其实刘亦菲颈椎受伤这件事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去年五月份时 有媒体曝光出了刘亦菲拍戏时的路透图 当时她的脖子上就挂着脖套 据悉 刘亦菲的颈椎问题是当初在拍摄《神雕侠侣》时留下的 曾经刘亦菲在采访中也提到过这件事 并且还表示这个颈椎病是一个终身疾病 除此之外 刘亦菲还曾经晒出过自己治疗颈椎病时的画面 照片中的她脖梗处扎满了针 如今34岁的刘亦菲颜值依旧十分抗打 即便身体不适 也依然在演艺圈努力着 接下来还会有新的一部古装剧登场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